安玲蓉和魏燕婉同样是最底层开始爬 为啥一个沦为棋子 一个最后成为皇贵妃呢 说到底 魏燕婉开局的牌可比安小鸟烂多了 最低等宫女 技能为零 还得贴补养活家里 而安玲蓉呢 虽然家事不好 但好在父亲是个小官 自己也是正经选秀进宫 进宫就是答应 自带调香技能 还结交了女主甄嬛这个朋友 魏燕婉当宫女 受各种身心折磨几年的时候 安小鸟也在慢慢往上爬 但好像并无卵用 安玲蓉悲从谷中生 她和甄嬛审眉庄的友谊 并没有持续多久 可能是察觉到甄嬛对待宠儿 和自己态度的双标 也可能是幻璧 作妖间接的挑拨了俩儿的关系 反正敏感到她 慢慢说远甄嬛 迷失在了雪中送炭 虚寒问暖的皇后的温柔香里 这就是性格上和魏燕婉 差距最大的地方 首先就是心态问题 魏燕婉从不会瞧不起自己的出身 不甘于现状 哪怕是单纯的为了荣华富贵 也有野心搏一搏 而且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有机会就利用 赢了当宠妃 输了作对时 如果换成安明容 肯定就没后续了 当上嫔妃后 魏燕婉可是当众出了不少丑 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我要努力学习 我要做的比贤妃更好 我要让所有人瞧得起我 了解自身不足和缺点 想办法做到更好 安小鸟呢 她这句话刺痛了我敏感脆弱的心 谁都瞧不起我 我摆烂了 我只能在别人那儿做棋子 才能觉得有人撑腰 怡修呢 正是拿捏她这一点 故意利用 同样是唱曲来哄皇帝高兴 魏燕婉完全就当做一个兴趣爱好去争宠 哪怕其他妃子觉得不上台面 可她心态好 想得通 安玲蓉唱曲 四大爷把她当宠物 她也把自己当宠物 如果一个人自己否定自己 精神内耗是无论如何也自信不起来的 尽管小鸟本身很优秀 是个才女 但总拿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去比别人的优点 这人比人不气死人呢 其次 魏燕婉一开始做小福利 各种巴结疯狂示好 但并不是一味的依附 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谁有权有事就找谁 发现被人瞧不起 那就自己单干 不会自怜自艺 而安玲蓉唯唯诺诺 想要跟别人交朋友 却总是卑微的要命 有人没照顾到情绪就会记仇 久而久之 她只能去依附别人找存在感 所以自信才是成功女人的必备相啊 索欣在原著中受的刑罚比距离还恐怖 居然还是魏燕婉替她报的仇 剧里拍的还是太保守了 索欣当时被接出来的时候 整个人早就奄奄一息了 原著中 她强撑着眼泪 说完这句话 立马就昏死过去了 索欣的衣衫上 不知道接了多少层血水 衣服都粘连在伤口上 只有拿温水慢慢化开 用剪刀小心剪下衣服 看到索欣身体时 所有人都惊呆了 边吃 针戳还有棍棒留下的痕迹 让她全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惊奇摸摸本就很辣 更别说有了加菲的旨意 索欣的食指是瘦了针形的 用细长的银针从指尖缝里穿进 每一根手指都乌黑青紫 里面还有淤血 更可怕的是 她左腿软绵无力 肿胀的没了腿形 边形棍形 伤口还被浇过辣椒水 小腿骨是被硬生生夹断的 姜宇斌恨得咬牙切齿 这件事除了对索欣的生理折磨外 更多的是对心理的 她自认为年纪也不小了 如今腿也瘸了 根本配不上有大好前途的姜宇斌 抑郁了一阵之后才慢慢走出来 可姜宇斌就不放过加菲了 在原著里 加菲的酒阿哥是生下来但体弱的 需要喝药条里 姜宇斌作为医生 就多加了一味黄莲 苦得要命 加菲自己喝不下去 就想让乳母喝了之后喂孩子 可那些乳母平时被她打骂 没人愿意喝 自然不好好对待她这个阿哥 久而久之 久淡的体弱就治不好 这是姜宇斌给媳妇报仇 正好纯妃来给加菲 送了一对玉瓶做贺礼 魏燕婉就出主意 往瓶子里塞了几只老鼠 半夜老鼠闻着外面的香味 要出来觅食 往瓶口钻 蹦的蹦的就把瓶子给摔了 这下可好 体弱的酒阿哥 直接被吓得面色铁青 一个白眼就过去了 这事根本没法追究 苏绿云又成了背锅侠 被扎龙和加菲记恨上了 金玉妍呢 这个孩子没了之后 就跟个疯子一样 魏燕婉也算顺手 帮索心报复了一把 这不比如意眨耳朵眼 爽太多了吗 至少让金玉妍 也尝到了痛苦的滋味 臣妾不服 本宫是皇后 坐在了你最想做的风味上 所以对你 赏也是法 法也是赏 如意在扎金玉妍耳朵的时候 为啥会做这个动作 后宫妃子们最团结的时候 莫过于一起怼金玉妍了 她是另类 是外族人 自以为清高 但实际上是个笑话 穿某单胭脂红的衣服直逼如意 还继续嘲讽如意续弦 这谁能忍呢 可为啥如意偏偏选择穿耳孔这个方式呢 其实在原著中 有描写到如意的心理活动 这是她作为季后 第一次开大会 先是贴身宫女 被搞残废 自己名誉差点被毁 现在嘉妃还敢这样嘲讽 她心里一直想的是姑母 幽禁死在井人宫的皇后 原著中的如意 一直很渴望后卫 现在她成功了 她要报仇 金玉妍平时最在乎的 就是脸面和美貌 当众用红玉髓的耳环 羞辱她再好不过 在剧里 如意坐在那儿 一直低着头 手里摆弄着手串 不敢直视荣佩穿耳 如意内心是不安和紧张的 毕竟是新官上任 立威的第一把火 她觉得自己这样很过分 心里的坠坠不安 都体现在手上了 但在原著中 如意可没觉得 惩罚金玉妍很不合适 荣佩第四嘉妃的时候 她斜着身子 拨弄着身旁 一大捧心折的生红芙蓉 看笑话一样的 看着嘉妃出丑 此刻如意想的 还是死去的姑母 在世的时候 如意见过宜修 作为中宫修理嫔妃 并且告诫如意 作为皇后 最要紧的是无为而至 可以什么都想做 但亲手做 只会落下场 最要紧的是 借别人的手 虽然违背了姑母的禁忌 但此刻如意 只觉得真的巨爽 看自己当众羞辱金玉妍 还要在言语上 各种打压回去 还让索欣给大家上茶 还放大了声调 你腿脚不方便 慢点走 就差把给索欣报仇念出来了 但是得顾着扎龙和玉氏的面子关系 点到为止 而且事后 料到嘉妃会告状 如意到先给扎龙撒起娇来 还故意让索欣在旁边 点眼的伺候 可不像剧中 罚个人还忐忑不安 甚至不敢直视 搞得自己作为一个皇后 也蛮憋屈的